嗨 大家好 我今天要來教大家如何捕捉野生設計師 你不要捕捉我 我已經很忙了 野生的 對 就是因為現在就是很多就是暗主啊 他可能就是找不到設計師 可是很多新手設計師 他也會是有個狀況是他找不到坑田 那這就造成了世界上最遙遠劇就是 是不是在你面前 可是你都不知道他在哪裡 那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 因為設計師他的甜甜的習近就是 他是看到需求主動的 他不會主動去找你怎麼樣怎麼樣 而是你要說我需要怎麼樣怎麼樣 他才會出現 那所以如果你沒有說他就覺得你不太需要 或者是就是在設計師他尚未建立起 眼見不平拔刀整形的概念之前 他需要 如果你需要整形的話 你就是必須大聲的吶喊出你的虛充 那設計師的特質主要是在於 像他有優越的觀察力 或是他的美感品位 規劃能力或是傳達力 或是各種未知的能力 因為如果你跟設計師構熟 你可能會挖掘到一些神奇的屬性 那他的地雷就是不尊重 簡單的說就是不尊重 不要踩到就好了 那設計師他其實可以幫你做到有畫面啊 或是漂亮潮啊很gay by啊或是好用 像是下面那個 就是明明就不怎麼樣 因為他可以很gay by 對啊對啊 就是他可以很善於包裝東西 我覺得這個東西有點干擾 像是大家從臨時政府的logo 就可以看出設計師他做了很大的改進 那我在上個月的時候 有先丟出設計師的圖件 讓設計師去填 那我覺得只要大家抓到正確屬性的設計師 就可以填對了坑 所以大家如果搞不清楚設計師有幾種的話 就是請上設計師圖件 在hackpack裡面就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 像是如果你有用Behance的話 你就會發現他的細項分的非常多 所以這意思是很多種的 如果你交不出正確的名字的話 寶貝球就抓不到他 現在呢稍微講一下 G&V就是比較常見的 一個就是視覺設計師 像我本身就是視覺設計師 他會比較擅長在於做 平面的視覺表現 或是商業設計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一個是工業設計師 然後他們受過的訓練就是 像是開發產品 然後或者是人機互動的部分 所以他們在做UI的 UI或UX的概念是 比視覺設計師好 那再來就是 G&V最常用到的 UI或UX設計師 那我相信大家對這個已經滿熟悉的了 接下來就是吸引設計師的限定 那第一個就是 有一些設計師會動心的關鍵字 就是大家可以善用一下 就是譬如說設計 設計啊 視覺畫面 或者是 喊出正確的品種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喊不出正確的品種的話 他不知道你在叫他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激怒跳課法 大膽放出真的很醜的介面 然後是一直看不下去的時候 他就會出來 像這次真的是 前幾天才發生的事情 左邊呢就是 某工程師 他自己做的一個LOGO 然後呢 然後他的同事就說 欸你一定是找子龍幫你做這個LOGO 然後這件事情傳到我耳裡的時候 我就覺得被他出手 我怎麼會做出這麼醜的LOGO呢 所以我就一怒之下幫他做一個新的 好吧我被激怒了 你手剝弱 對對對 對對對 不要用這刀對付我拜託 再來就是 互利供身體跟法 那如果剛好設計師想填 坑跟你不謀而合 那就非常恭喜你 百年好合 希望你們能夠繼續合作下去 再來就是 出出可憐積母性吧 因為其實設計師多數 多數是感性的動物 那我打錯了 感性多於理性的動物 那最後無計可試的時候 你就可以打悲情牌 就是 啊貴求啊搶救啊 我真的快不行了啊 或者是 反正就是 越悲情他越容易心軟 接下來就是 怎樣講出正確的那個需求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因為 如果你講不出正確的需求 或者是 你沒有講清楚你的 那個專案是要做什麼的話 設計師他其實不太清楚 要怎麼幫你 那 除了講清楚目標之外 最好能夠就是 先跟設計師討論好畫面的構成啊 或是你自己就有簡單的麻稿 再怎麼潦草 或者是 再怎麼醜陋 畫面總是勝過那些文字 因為設計師他對畫面的敏感度會比較高 那 千萬不要夾在專有名詞 因為尤其是 對第一次接觸 資訊圈的設計師來說 他們非常的 膽小受怕 對 請小心呵護 再來就是 嗯 講出需求的秘訣 就是一個 就是你可以多用形容詞 就是比如說我想要一個 非常繽紛的感覺 繽紛就是形容詞 那再來就是講你要達到的目的 就是我希望這個東西 讓人家簡單上手好用 這個就是想要達到的目的 或者是感覺 感覺其實就跟形容詞很像 如果你講得出你想要的感覺 設計師就比較好去模擬說 你想要什麼樣的東西 或者是直接你真的講不出來 你詞窮你博文不好 你可以直接找範例圖給他看說 譬如說 我覺得這個網站跟我想的那個樣子很像 所以是也許我的東西可以做成這樣 那這樣就可以 就是比較有畫面跟設計師討論 或者是像是初月的marker都可以 然後再來就是我整個早上都在跟一群野生設計師討論的事情 那我們做好了一個設計師的寶貝球 就是設計需求的專案模板 就我覺得坑主如果你有設計的需求的話 你可以先來這個寶貝球裡面填寫一下你的需求 那你就知道你想要抓的是哪一種設計師 這邊可以直接點嗎 不行 那請大家自己上headpack搜尋設計師寶貝球 你就可以看到我們眾多設計師幫你們整理出來的寶貝球 那也許這個寶貝球就可以幫助你們去列補到你們想要的設計師 那接下來是下次的預告吧 下次第二集就是訓養設計師進入看眼圈圈 還有第三集不要讓設計師不開心喔 下次再說 掰掰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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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